对很多结婚多年的夫妻来说 性生活会变得疲乏无趣 一位结婚多年的老公 游天买了一套情绪内衣给老婆当礼物 吊带袜蕾丝上衣 希望老婆能有机会穿上 以增加规防情绪 不料老婆勃然大怒说 你这个恶心的男人 我又不是妓女 干嘛叫我穿这个 气得把礼物给扔了 其实这位老婆未免有点小气 老公的要求并不过分无理 只是举手之劳就可以讨好老公 甚至讨好自己 何必那么吝啬 如果是这样 就不要再抱怨老公 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碰你 这样下去老公也许真的会去嫖气 我今天在节目里 不是要跟大家投论性生活 虽然有朋友建议我 节目要做的麻辣 才能增加观众群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增添 生活乐趣增添生活色彩 法国有一句谚语 Metro Buru Dodo 捷运 工作 睡觉 的确 很多人每天都在重复做同样的事 起床 工作 吃饭 睡觉 生活重启 单调 乏味 很多忧郁症都是因此而起的 人生短短数十载 不要让生命就这样平凡的消逝了 一个人要偶尔为自己早点乐子转换心情 你就好像充电一样才能继续走更长远的路 成天生活色彩不是有钱人的专利 只要简单的idea就可以转换心情 记得有一次我到一间百货公司的地下美食街去用餐 他们整个餐区的食物都是用铁碗工铁盘子装的 让我觉得有点像在吃宠物食品 平常工作忙碌的你 哪有那么多闲功夫闲情意志 但是偶尔 把铺报纸的餐桌 换上一条简单的餐巾 把整食物的塑胶碗盘换成简单的瓷器 点个蜡烛放盆小滑 这样感觉就比较浪漫 夫妻偶尔出去度个假 没钱的出去露营也好 换床换地方 不用换人 说也奇怪 sensation就是不一样 兴趣就来了 经营小本生意的店家 不要风吹雨打中年无休 生意难做 你们敬业的精神值得佩服 但是上帝创造万物 第七天也是要休息 每周选择一天 宫休 在家里好好睡个大头觉 出去外面走走 sang ou philipiang it make you feel good 调试心情真的很重要 因为他可以帮助自己排忧 酥压姐们 大学时代我很讨厌一位教授 有一天我把他的名字写在一张卫生纸上 然后把他丢到马桶 撒泡尿 再把他冲走 后来我每次在上这位教授课的时候 心中总觉得相当暗爽 其实我冲走的不只是一张卫生纸 还有自己否定的情绪 第一次做产品简介我真的吓死了 那天早上我把一篇吐司上面用果浆写了一个字 怕 害怕的怕 然后把吐司慢慢吃下去 就好像把自己的害怕吞到肚子里 结果那天我讲得不错 人生海海 不用活得那么严肃 心情不好 听听音乐 出去外面走走 到山上去吼叫 男友跑了没什么了不起 剪头发 换个新发型 新心境 然后再试着找个新的更好的男朋友 人生有高低起伏的波浪 学习如何转换新境 Change air 尤其是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 咱能继续走更长远的路 亲爱的Vidget们 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聆听 下次见